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荣江 立法院今天大乱斗 蓝白想要强行表决通过 所谓的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蓝绿立委一早就爆发推挤冲突 绿立委是被挡在一场外不能进去 双方互相推挤到难以呼吸 连大门都被挤到变形 接着进去排队迁到 柯建平是排在黄国昌的后面 竟然被黄国昌狂吼 可以这样插队吗 连吼七次而且距离非常近 旁边的郭国文赶紧上前隔开两人 黄国昌继续咆哮 郭国文就一巴掌把黄国昌给推开 说口水不要一直喷 黄国昌就爆气你打人 这段全程都有录影 谁对谁错 事后郭国文说他错了 应该摸黄国昌的头说 你好乖哦 黄国昌则省略 他咆哮柯建平这段 只讲他被郭国文打巴掌 而且痛批绿营民主素养 比小学生还差 黄国昌这两天卖力演出 连朱立仁都说 这我们新北的 国民党很满意吗 傅宽奇更站上立法院长的椅子上 他是把韩国瑜踩在脚底下吗 另外国台办宣布 要严惩台湾的五位名嘴及其家属 有多少人羡慕嫉妒 怎么没有我呢 不过内政部要派人保护 虽然当事人都说不用了 但中国有哪些暗黑手段 以及黄珊珊 把这柯文哲的春联 当成垃圾给丢了 最近局势发展 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卓冠廷 中江哥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也是政治评论云美美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前民主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中江好 大家好 资政媒体友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到立法院大乱斗 黄国昌狂吼柯建民 就是这个动作 让民进党立委黄国昌 拉高分背 指扣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打人 另一个角度的画面 从头看起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签到完毕要进一场 黄国昌却突然转头 大骂走在他后面的 柯建民插队 柯建民一脸疑惑 郭国文健壮质疑 难道时间到不能进去吗 黄国昌近距离 对着郭国文大吼 郭国文一手把他的脸拨开 让黄国昌的咆哮指数 再度窜身 还两度用肩膀 顶了郭国文 还有民众专程到民众党团外 趁黄国昌受访时 当面畅瞎 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赖青 不过一早在一场外 国民党对黄国昌 都是十足礼遇 国民党立委 护着黄国昌挤进最前线 一场门一开 国民党立委 万美龄抢第一 黄国昌第二 悠闲进场 蓝白合作五间 媒体捕捉到黄国昌 以壁冬的姿势 包围保护 在迁道处准备 地案的国民党立委 万美龄 这一幕恐怕当年料化 要把国民党扫进 历史灰烬的黄国昌 也始料未及 刚刚的影片大家就要看了 这个柯建民 明明是排在黄国昌的后面 但是那时候一开始 黄国昌是没有议会过来 然后他就回头思考了两秒 然后就开始启动 他的狂吼咆哮机制 说可以这样子插队 然后接着在旁边的郭国昌 就发现不对劲 赶快上前隔开两人 然后黄国昌继续狂吼 可以这样插队 而且继续我们可以看他的嘴型 从这个绝嘴之后 开始好像那种 那种什么动物样 牙齿就露出来 狂吼 可以这样子吗 然后接着 郭国昌真的是受不了了 就说 你是在大声下 口水不要这样一直喷 然后就出手 把黄国昌的脸给剥开了 黄国昌可能会吓到说 天啊 你是打人吗 你打人 然后接着黄国昌就用肩膀 来撞这个郭国昌 来献小瑞哥 怎么看这一段 黄国昌是故意的吗 黄国昌当然是故意的 如果旁边不是那么多的摄影机的话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 黄国昌不是这样嘛 那么大家也料到黄国昌 一定会用片面支持的方式呢 那么呈现在他的相关的 网络社群媒体 果然如此 所以呢 那么早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招了 所以早就已经开录了 从头到尾都没有关机 就开录了 录了以后呢 黄国昌果然截掉他前面那一段 突然间本来很正常 然后万美龄那个地案了以后 他到后面签到 然后柯建民总裁说 不是要这个签到吗 对 莫名其妙往后面 就突然间莫名其妙 拿球去档档档档 就开始骂 可以插队 可以插队 就莫名其妙的嘛 当然他先描了一下 旁边的这个 比如说摄影机啊 然后就突然间骂 可是问题是 他把这一段呢 都截掉了 他因为看这一段 你可以看得出来 柯建民哪里插队啊 对 对不对 柯建民哪里插队 这样的一个行为 值得需要 你这样子大声咆哮吗 那么结果呢 郭国文当然就上前啊 上前理论 顺便保护这个 柯建民就对了 那结果两个人就 因为他近距离 喷口水喷到 后来他受不了 那个口水 我相信那个一定很受不了 如果万一有口臭的话 更可怕啊 所以后来 郭国文就把他一手 往脸推掉嘛 那黄光昌这时候就来了 碰瓷儿来了 中国有个用语叫碰瓷 碰瓷 碰瓷中国什么意思 自己去Google就知道了 那碰瓷就这样 我觉得黄姐讲的蛮好的 假车祸 假车祸 黄姐讲假车祸 我们这边叫假车祸 假车祸 然后呢 开始就哇 打人哦 干嘛 又就那一段 假车祸就是人去撞车啦 对不对 然后再倒下来 他明明就还没撞到你 当然他会讲说 哇你打人 你把脸推掉就对了 那么各位啊 这一段呢 同样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一段画面 但是在黄国昌的脸书 这社群媒体呢 跟真正的整个事情的经过呢 刚好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啊 所以大家看事情 不要看片面知识 要把整段全部都看完啊 至于郭国文说啊 他要道歉 是因为他认为 他应该摸头 对不对 当然是高级酸啊 但今天啊 明示新闻网呢 有截取脆了一段 我觉得为今天 郭国文跟黄国昌之间的 这个行为啊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这一段 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这是前几天呢 黄国昌跟这个 胡昆奇啊 在立法院门口 胡昆奇摸黄国昌的头的时候 他笑成什么样子 那胡昆奇说 事后说 是因为黄国昌太调皮了 然后黄国昌说 这是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 这个等于说幽默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突然间变成姑娘狗 变成这样嘛 不是这样吗 很简单 十年前的那个 捍卫台湾民主 太阳花学运 然后为了国民党 三十秒钟 攻占那个立法院 号称是立法院 战神的黄国昌 现在变成这样 十年前他说 他不当小绿 十年后他成为小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今天最大的注脚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台湾在民主过程当中 立法院还是各地议会 冲撞再甩蓝面 肢底动作太多了 小蓝没来买去 对吧 甩乱一把闹的 那个前五行也没遗憾 但今天徐晓信 非常非常非常可恶 他故意不是那个直敌而已 他故意去拿民进党的 大面的党籍 然后拦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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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校友叫做佛地摩 黄国昌说了 这个民进党民主素养 比小学生还不如 但是这个素养 黄国昌真的有比较好吗 为什么看了这个柯建民 发现两秒之后 回头思考 他马上要开始 启动他的这个咆哮机制呢 冠田怎么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黄国昌 从咆哮歌变成了碰瓷歌了吗 我们熟悉的黄国昌回来了 立法院的影帝 看到摄影机 一细影就会发作的黄国昌 真的回来了 我说真的啦 今天这东西演戏演过头了嘛 所有人如果你把所有的影片 完整看完 你会知道黄国昌在胡闹嘛 首先一戏喝成 演发飙 喷口水 显接影片 三件事情一戏喝成 我还是要稍微分镜 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的状况 分镜的分析 今天这个状况 一开始 第一个画面是左边这个画面 黄国昌排在这里 前面有一个人叫万美林立伟 后面是柯建民 这三个人不就三个人在排队吗 排完之后进入第二个画面 黄国昌转头 忽然发现 后面是柯建民 然后确定了周遭 都是摄影机在拍 好喔 看到摄影机啰 触动了 他关键的一个引擎 这个按钮就点下去了 好笑开关打开了 到了第二个开关了 第三个画面 他转过头去 头已经转到前面了 再转回头去 可以这样插队喔 可以这样插队喔 报告大家 我统计一下总共喊了七次 而且到了后面几次 已经整个情绪插起来之后 还加一句 所以口水喷发 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开始狂喷 所以喊了七次 喊完之后呢 就是大家进到的下半集了 我拍子我还是要提一下 黄国昌五十岁了 被他这样狂吼狂叫 耳膜炸裂 脸上都是口水 老科七十几岁了 两个上二十多岁 立法院不用以老卖老 可是你这样子对一个七十几岁的人 五十岁的人这样对 说真的这很没有礼貌 这个是郭国文承受 因为我们看分镜图 你看这个耳朵一定受不了了 你看这张 他吼成这样子就在耳朵旁边 耳膜会破掉 不止郭国文 老科的时候就被吼了 老科就被吼了 好那现在进入郭国文 结果这个时候 郭国文看不对 就介入了 就进来要解围 折在两个中间 这个时候黄国昌继续喊 可以这样插队哦 拍赛我道歉 因为我统计到七次之后 后面已经无法统计了 这已经持续的repeat 到了下一幕 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看到的 无限制的口水攻击出现了 然后声音超大 口水超多 郭国文这个时候呢 把黄国昌的嘴巴移开 把脸推开 结果后来黄国昌就是觉得说 他被郭国文打了 被郭国文给揍了 说真的啦 我今天这个事情 我跟我的太太 有聊了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是 郭国文那角色 我搞不好真的会揍黄国昌 郭国文脾气算不错了 你这是在胡搞嘛 然后那个你今天 被你的脸把它剥开 因为你这样子 真的干扰到我了嘛 因为他破镜 那个说实在 你不用手去推开都很难 对啦 那现在黄国昌要说 他被打 然后说暴力 小动作 然后讲以蛮横方式 暴力插队 结果你最要不得的事情是 你还剪影片嘛 刚刚我这个完整的分镜 刚刚我们制作当然给那个影片是完整的 黄国昌第一时间 知道这个事情可以操作 在摄影机前面演完戏之后 超火速的时间 直接把它贴上脸珠 速度这么快 超快 而且已经剪完了 前面的那一段全部没有 直接是后面那一段 所以后面那一段是什么意思 是郭国文过来挑衅我 是郭国文打我 我说真的你可以这样子做戏做半套的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重新见证了 黄国昌是立法院的影帝 而且今天这样子的画面 是想好的 他是设计好的 我要讲他的结论 民众党今天的策略 黄国昌领军之下 八个字 制造混乱 配合蓝营 配合蓝营我不用多说 一直也都这样嘛 可是为什么要制造混乱 他们背后还有一个目的 他们519要到民进党前面抗议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某种程度 他助长了立法院的荒谬 而这个荒谬 最后可以再继续讲 蓝绿都烂啦 而且绿的更烂啦 然后我今天是被民进党欺负了一方 让他519的这一场 游行运动更有正当性 对 这场这个黄杰 形容是一个假车祸 完全是这个黄国昌 一手策划的 看见这个柯杰明就开始狂吼 那当然网友就说 碰瓷一哥到底是立委还是流氓 然后郭国文就说 我真的错了 应该是摸黄国昌的头两下 说你好乖 搞不好就不会狂吠 但恐怕是很难 那只是说这个黄国昌 速度非常快 网路上马上影片都po出来 而且完全是截断 从郭国文推他的脸开始 而且他一战胸 这个在网路上 包括昌粉 包括什么小草 到底是不是被黄国昌蒙蔽了 还是说完全可以看穿 黄国昌的轨迹 对 黄国昌当然 他最后的目的 就要制造跟柯建民的 口头上的冲突 说你为什么插队 制造这个假车祸现场之后 他才能够不断的剪辑传播 所以那个郭国文讲得很好 说我真的错了 他应该不应该把它剥开的 应该摸一下他的头 你看摸一下头 就变这么乖了 但是我要跟郭国文讲 你还是错了 为什么呢 你以为他这个红冲头 长阿头 现在黄国昌 长阿头是随便可以摸的吗 当然是主人摸才会变快 你别人摸他还是继续叫 鬼吼鬼叫 但是树叶有专精 我们这个是博士 法学博士出身 他叫不是乱叫的 今天已经被人研究出来 他叫的嘴唇 那一定要这样子 为什么呢 学过白努力定律的都知道 出口越小 喷素越快 喷的距离越圆 所以他可以从这里 我不要示范 我示范可不可以喷到左冠亭 所以这个部分是树叶有专精的 一定嘴唇一定要尖尖的嘟着嘴 来讲话 咆哮 他这样子嘴口水的喷数跟喷的距离才能越快 柯文哲说了 太专业了 柯文哲说这一场冲突是不对的 我们国会已经那么久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冲突 这场冲突是谁制造的 就是你们皇家 皇国昌制造的 所以我跟柯主席讲 今天你这句话 讲这句话非常对 但是回去马上请中平会开除皇国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皇国昌519 就要取代柯文哲的领导地位了 柯文哲刚好趁这个机会 制造国会乱象的理由 把皇国昌开除掉 他马上没有立委可以干 你的威胁就解除了 所以柯文哲也好 皇国昌也好 都在制造整个国会的乱象 制造乱象的是你们 结果又推说是民进党在制造这个乱象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今天所有的冲突 都是因为你本来主张 所谓的皇国昌不断的主张 说委员会主义嘛 但是今天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有没有在委员会讨论过 有没有逐条讨论过 有没有政党协商过 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们要进行表决 才会有今天的冲突 而今天冲突的造成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不愿意遵从民意民主之下 讨论的机制 而直接想要进行多数暴力的表决嘛 因为蓝白今天就想要强行表决通过嘛 那只是说这个黄国昌才是太抢戏了 这个蓝营当然他们是团体战 那只是说这个个人的部分 黄国昌看起来是演技一流 所以这个黄国昌 演出的这个状况 其实让其他的篮尾 几乎没有表现机会了 这个在评论黄国昌之前 先来算账一下 为什么冠庆刚在我前面讲 可以这样插队吗 可以这样插队吗 黄国昌今天就这样的概念 观众朋友看来觉得莫名其妙 刚刚就中江Q冠庆先讲啊 吴贞现在还什么 那一样啊 对不对 那今天黄国昌一直说 柯建民插队 我大家照片看嘛 很清楚嘛 对不对 插队一定是我插到你前面 才会叫插队嘛 人在我后面 那就排队 那就不是插队了嘛 柯建民人就在黄国昌的背后 有没有照片非常清楚嘛 那这样是排队 怎么会是插队呢 所以很明显黄国昌 我必须说啦 过去这几年 可能上一次2020年的时候 黄国昌不分区立委没有选上 所以这几年他真的 潜心的沉浅 痛定死痛 我必须说在这几年 他的演技也升级了 真的进化了 因为过去其实坦白说啦 之前黄国昌当立委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他很会掌握媒体聚焦的时刻 但上次他还需要一些酝酿的期间 像之前在立法院 大概2017的时候 跟民进党在立法院 为牢基法的事情 他感到说 像魏黄委会很多摄影机在拍 所以他马上就 我现在马上要抓住他目光 所以赶快看咆哮 太离谱了 可以这么离谱吗 但是你会感觉到 还需要一些酝酿 把这个情绪这样 运展出来 现在完全不用酝酿 现在收放自如 现在看到旁边 本来都没有讲话 因为本来也没有心 一般来说插队说 问你为什么要插我队 也没有 他就突然这样看一看 好像觉得时机差不多 可以这样插队吗 可以这样插队吗 直接上 瞬间爆发 对 这种爆发力 我觉得他真的突破了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痛定 失控演技的部分又精进了 但这部分 我觉得要一定要跟观众朋友 来讲到一个重点 事实上这里面有很 我觉得是相当歹毒的心机 就是说 我们看那个 包含线 因为现在大家 现场那么多摄影机 这么多手机在直播 其实我们看完这影片 都觉得说很奇怪 那有人在插你队 为什么要这样呢 事实上我认为 黄国昌不只是他在现场 逮到一个机会 他想要做文章 事实上 我们讲说他演技 如果是一个演员在演戏 会怎么样 会有剧本嘛 所以事实上 这不是他临场发挥 我认为黄国昌是早就设定好 这个战略 他知道今天 在立法院 因为蓝白要强行 把国会滥权的法案过关 民进党一定会要来挡 所以他预设好 他要找柯建民来作对尸杀 搞机会就对了 对 我就认为他已经预先想好说 好 我要逮到柯建民 然后找他的时机 然后赶快设定目标 今天一定要有个咆哮对象 没错 而且我一定要把这个插队 这个不民主的帽子 扣到他头上 所以但是问题是 当时他和柯建民 好不容易靠近了 但是柯建民没干嘛 所以他想说不行 万一再进立场以后 大家走上 那就错失实际了 我剧本已经写好了 所以我现在这个当下 一定要执行 所以他马上在这个时刻 看来看一看 摄影机很多在拍 就开始 替然 然后就说 怎么可以插队 所以第一个是说 这本来就是已经 预先设定好的作战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帽子 扣到柯建民头上 那再来第二点是说 我们讲说一个演员 固然照着剧本演 但是好的演员 要能够带入这个情绪 要能够进入这个角色 那我们看到黄国昌 今天的角色怎么样 完全是一个仇恨导向 我问这部分事实上 是他不需要去进入 他本身就完全是 现在对民进党 真的充满仇恨 仇恨是他现在最大原动力 因为看到跟国民党的互动 跟民党互动天差地别 傅宽奇摸你头 人家说吹哨子 黄国昌冲下去 然后就说这是 沪文集一吹哨 他马上冲出去 对他就说 这是人跟人之间幽默的互动 然后民进党 今天只是站你旁边 这要打算什么 打我吗 而且还叙力去撞 撞那个郭国文 一直去撞他 挑衅他 可以打我吗 可以这样打我吗 你打人吗 对不对 所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真的是对民进党 完全就是充满仇恨 仇恨到了一种盲目 然后就是不问是非 也不问在立法院里面 审什么案子就是要演戏 可是他还敢说民主素养 对啊 所以今天这一幕 何来的素养 今天是演技课吧 什么民主素养 而最后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黄国昌 现在要做到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为了 昨天晚上朱立伦那一句 黄国昌 现在是我们新北的 你看他听了这句多爽 又新北又我们 终于被蓝营认可了 对被朱立伦肯定 主席认可 主席清定 哇塞 新北我们自家人 这样是不是距离 他2026要拼新北市长 右距离更大进一步了 现在过去 所以黄国昌成功了 可不得紧张啦 怎么办 以后蓝牌人家对象是黄国昌的 我们看起来真的很生气 当年十年前 大家冲进立法院 黄国昌跟他喊的是 打倒国民党 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今天国民党跟民众打论素是 没有都不用 都不用凝聚共事 只要谁的席次比较多 我就可以直接表决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 这让我想到一个地区 现在比较国家 这地方叫香港 香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吗